另外为了让民众到深坑老街不再是走马看花 东南科大三位资管系学生 在老师和党地里长的带领与协助之下 利用暑假两个月的期间 建置了一套云端行动影音导览平台 在老街上12个具有代表性的据点贴上了导览标签 民众只要手拿手机开启了NFC后轻轻的触碰 或者是扫描QR Code 就能够进入导览影音 深入了解地方的历史与特色 到深坑逛老街 除了吃豆腐 您对于深坑老街知道多少呢 像是特色建筑百年老树等等 您又了解多少呢 为了让游客来到深坑老街不再是走马看花 东南科大资管系的老师和学生 在暑假两个月期间 建置了一套云端行动影音导览平台 分别在老街上12个具有代表性的据点 贴上了QR Code和NFC的导览标签 只要轻轻扫一下就能够进入导览影音 淡蓝谷到深坑街 深坑老街只有307公尺长 深坑区深坑里里长黄建强表示 这套云端行动影音导览 在今年的暑假 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从勘景 然后文字稿的论识 照片影片的拍摄 然后到上传云端系统 到最后将QR Code和NFC的感应系统 然后来设置好 深坑区深坑里里长黄建强表示 这套云端行动影音导览平台 相当的方便 不管是集顺庙 德星居 福德宫或百年老树 想要知道这些据点的历史或特色 只要使用手机碰触 或者是扫描导览标签 手机马上成了个人专属的解说员 使得游客在逛深坑老街时 不再是走马看花 让更多的乡亲 更多的观光客 更多的民众 知道在深坑地区 除了在老街上吃豆腐 有美食之外 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人文历史故事 可以让大家来接触跟了解 而除了目前已经设置完成的12个据点外 深坑里里长黄建强表示 未来将持续的增加周边景点的介绍 包括说我们公厕 停车场 然后平浦桥 中正桥头 那这些在深坑地区具有相当知名度 相当代表性的这些景点 我们都会做这个QR Code跟NFC 这样的语音导览 云端的介绍 由于这套系统是建置在YouTube上 民众进入后可以自行选择 暂停或导带 影片中甚至可以看见许多珍贵的照片 所以下次来到深坑老街时 不妨透过这套导览系统 带领您来一趟深坑的深度之旅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深坑采访报道